承接上集我們今天來介紹 波根蒂芬集後面兩個等級 如果沒看過上集的可以往回翻一下 找一下我們上一集的影片 第三個等級產量就比較少了 PermiQ或是叫一級圓 可以把它想像成信義區裡面的 特定某個社區或者是某個大樓 同樣是依照不同的風土 在各個村莊中 劃分出各個不一樣的葡萄園 有的葡萄園比較厲害被評定為一級圓 理論上只要舌頭夠厲害 你甚至可以分辨出這瓶酒是來自於哪個葡萄園 這個等級通常酒標上會標出該葡萄園的名字 然後加上小小的PermiQ或是PermiQ 第四產量最少的Concru也叫做特級圓 概念上跟一級圓差不多 只是這些葡萄園更厲害了 所以它就被評定為特級圓 這個等級通常酒標上會標出該葡萄園的名字 加上小小的Concru 以上就是四個等級的介紹 基本上村莊一級圓特級圓是可以申請認證 並不是永久都不變的 而且理論上 特級圓的價格會高於一級圓 一級圓的價格會高於村莊級 村莊級的價格會高於廣域級 但這只是理論上 市面上村莊級的價格可能還好 但一級圓以上各個葡萄園 它的價格差距就很大了 我是說幾千塊到上萬塊的那種差距 加上還要考慮到年份 酒莊 釀酒師 分數等等 只能說勃根地的水很深 如果有機會我們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或點首頁連結加入我的官方來直接諮詢 掰掰 掰掰